原因酗酒吗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然后我不会去过问我姑姑他们 或者我二伯他们 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都是猜测 那以前没有想过说要问妈妈问清楚 只是那时候跟她有了很远的一个距离 因为不太靠近她 自从她喝酒以后 那也不懂得要关心或体谅她 因为毕竟年纪还很小 就觉得妈妈那样做是很大的错误 然后让我们家里有很大的转变 就觉得离我远远的 那妈妈在喝酒的时候 常常会去干扰你吗 会 那她其实就是喝了酒就变了 变成超多 就是跟其他人可能喝酒睡 或者喝酒很可爱很好笑 那她不是 她是喝了酒 我们每一个家里面的人都变成仇人 就让我很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就是她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很棒的妻子 那为什么她会在接触酒精以后 会变化差别这么大 不过我觉得你很难得 就是说很多的小孩 就是说尤其像你这样的年纪 不太愿意去谈到自己家里 比较负面的一面 可是你愿意侃侃而谈 就是说你有这中间有一些 让你觉得说不愿意谈 然后来释怀的过程吗 我没有不敢谈 我家里面的事情 如果有人问 我会很乐意回答 可能是因为在 幼儿园待了那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其实我们常常好姐妹聚在一起 可能就在一张大床铺上面开始聊天 你家里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外面也会有很多的善心人是来找我们 带小朋友玩乐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知道一些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包括我参加的诗班 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一个人分享见证 我们大部分都是唱三段两个小时 那中间会有愿童出来讲见证 就是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进来的 就慢慢慢慢的 我觉得背景 这些是我的故事 是我的背景 那对我影响 对我影响不会很大 可能是因为 我到了渔柔园 然后可能悲伤过 也灰心 也丧志过 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 所以我不会觉得 我的背景会让我觉得羞耻 那么是不是 现在还会常常透过祷告 跟妈妈对话吗 都会为他们祷告 对 好 那都跟妈妈说什么 可以透露吗 在祷告的内文里面 其实有时候会想要梦到他们 然后尤其是我记得 我在拜部复活赛的时候 那时候要唱花香 然后我就设定说 这首歌要献给他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再多一点 对我妈妈的一些感觉 一些印象 那我打电话给了好多我的亲戚 打电话给姐姐 我问他们说 有什么事情是我对妈妈记忆的漏洞 就是我忘记的 或者是很有趣的 然后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 问我舅舅他们 那妈妈是不是很爱念书 或者是很调皮 很男人婆 那他们都跟我讲 让我慢慢去拼凑 对我妈妈的一些记忆 然后甚至我在祷告中告诉上帝说 拜托让我今天梦到我妈妈 结果还是没有 大概我想他有他的想法 上帝有他的想法 但是那一天就变得很坦然 很放心地在台上唱了花香 那是我印象最深刻 好 文英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 那么其实母亲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依靠 那么虽然文英现在没有妈妈 摸不到妈妈 看不到妈妈 但是他其实可以知道说 妈妈在天上不断地在保佑她 其实妈妈的光芒 其实也遗传到你身上 我们来听这首歌 是文英献给妈妈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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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